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汉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快跟着汉仔来认识有趣的字吧 Go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 汉仔 Hi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汉仔 咦 汉仔的眼睛不舒服吗 汉仔到底在看什么呢 哦 原来是个木 甲骨纹的木字 外侧轮廓像眼眶 里面像眼睛的眼珠 汉仔 甲骨纹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硅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眼镜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木的经文 小轮 历书 凯书 木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眼睛上方长长长的眉毛 是眉毛的眉 木也可以当作形符组字 例如像 眼 绳 衍生出来的字 都跟眼睛 或用眼睛观看的动作有关 眉毛的眉 还有眼睛的眼 都是从木这个字 联想出来的耶 谢谢汉仔的介绍 汉字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林洋哥哥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请看这边